长停 不要长停 长停好 还是不要长停好 老师当然长停好啊 没有啦 有人说他买不够啦 不要长停啦 好犹豫喔 看影片 你好咯 今天是冬至喔 对大家冬至圆满快乐 今天是那个人真圆的日子 对 人真肥的日子 圆啦 圆啊圆满啦 像圆啊嘛 圆圆满满 趁大吉 来来来来 看到我们的标题呢 昨晚 昨日整晚旁去 整晚端走 那今天呢 其实我昨天预告 我们那个圣诞红 搞不好今天会长停喔 真的 其实快了 到底要长停好 还是不长停好 其实今天好好笑 找到一个客户说 老师 快长停了 就圣诞红了 我说很好很好 让他长停啊 然后客户逼很快说老师 那我可以再追吗 我还没买够 好啦 先恭喜水果好朋友们 我们在过去三个假日 疯狂买进整晚端子 我们的低价妖股 是的 小妖精圣诞红 今天真的快长停了 今天12月21号 现在涨幅是7% 是啊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长停 所以如果今天 真的长停的话 我们的优惠就是最后一天 好不好 所以所以所以老师 就是如我们的预告 不是说他长停就最后一天啊 到底要长停 还是不长停好呢 投手朋友 各位全国好朋友们 你觉得长停好还是不长停的好 天呐老师你这样子让人家很 买好的人一定说 老师赶快长停啊 对对对 长停好啊 还没买的时候 老师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你可以等等我啦 三分钟就好 赶快买喔 给各位三天的机会 你要不赶快买 30元以下耶 随便都可以买50100张的股票 这个问题真的让人很丢堵耶 不会怎么丢堵 我买好了啊 我没差我长停就好了 我已经买好了啊 买好的人的确是会觉得 今天恭喜欢迎朋友们 除了那个志愿涨停之外 可以丢 我们那个创为第二 目前好像也快涨停了 从而已快涨停了 还是不要讲名字好了 讲了我都觉得害羞了 你知道今天早上有客户问我 老师 昨天也有 昨天创为第二不涨8% 跌下来平盘吗 对对对 今天又涨过去8%了 那到底 老师那到底是 要hold住继续赚呢 还是我该获利了解 这样也正版 其实不只一个客户问我 第一个我们买的多啦 创为第二我们买的多啦 你可能平均一个人 可能买个四五百万吧 哦好可怕哦 五百万没有很多啦 他当天的这样子 所以一根早就差五十万啊 难怪他会觉得 对 所以有些客户说 老师我已经赚那么多了 我可以 可以卖了吗 对我可以卖了吗 因为他已经 从没之前买到现在 大概已经一百%左右了 好几个百了 对就是 有客户在问这件事 那当然如果观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 你刚好也有这个困扰 你有创为第二 我是建议你听我的啦 按照我的规划 往我们既定的目标前进就好了 好哦 那你也不用急着卖 为什么不用急着卖 我给大家的建议很简单 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送给大家七个字 上礼拜送给大家的七个字 关于台北股市的大盘 跟个股的未来 我送给大家七个字 而且我说你知道 订阅本频道 对没错 YT频道 对 截图上传到 Light的生活圈 你就会直接收到那七个字 有有有 当然记得什么什么加什么 那七个字就是嘎嘎嘛 对嘎嘎嘎嘎嘎 对嘎嘎嘎嘎嘎 记不记得 有有有有 有没有突然觉得 老师你的看法真的很神喔 你看看指数真的 我不是只有大盘个股准喔 我连市场的心态 在想什么我都很清楚喔 记不记得评话上问我说 老师 你说11月中那个会掉下来 万八不会过 真的回来 真的啊 那你说老师破月线可以买 真的上去了 真的上去了 被破断低点 没错 我说第二次万八也不会来 对也没来耶 但是评话那时候问了一句更狠 他说那会不会回车那个地点 他说不会 他会缩水 你看我帮大家都顾好了 你看 他会缩水 他会缩水 你看没想到 你看最近一个礼拜是不是缩水了 缩水了 好缩完水之后要干嘛 真正的行情要起来了 所以来说接下来 我们预计在一周左右的时间 万八见 六个字简单明了 对啊 接下来万八见 不然我昨天为什么唱歌给你们听 飘向北方 对不对 好多人觉得昨天那梗真的是 没有我们只是在讲行情会飘向北方 你看还是我们想太多了 对啊 太会联想了 虽然我也是吃瓜群众之一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为什么叫吃瓜吗 对吃瓜的由来是什么 吃瓜其实是吃八卦的意思 八卦 八卦 吃瓜群众嘛 所以谐音叫吃瓜嘛 吃瓜的群众 就喜欢看这些八卦 这是剧情战士有点小短 啥刚 对啊 平话突然问我说 老师 要什么没有那个 就没了 对啊就没了就这样 对啊我说老师玩节片了吗 说对 留点时间精神研究股票嘛 每天都看那些吃瓜的 真是的 真是的 对啊 还是各位赚太多了 已经不需要看股票了 好了 股票你们不用看了 我看就好了 对啊 嘉卫老师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你们看了只是有时候会觉得 老师万八怎么都没有来 老师创完第二怎么一下要涨停 一下要不涨停 对啊 老师那个圣诞红为什么快涨停又不涨停 到底是涨停好还是不涨停好 不涨停好 让人家开始 每个人都觉得买花了 今天真的涨停 优惠就最后一天 好吧 天哪 你昨天讲好了啊 这真的有 老师那我觉得 所以你觉得不涨停好吗 不涨停好像比较好 我们要涨不停好不好 先来涨不停 涨不停是必然的 有什么稀奇的 觉得好像今天就closed out有点太 这是天意 对不对 这首刘斗华的歌出来了 好好笑 所以亲爱的朋友 来来来 我们的优惠的专案活动呢 其实推出了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自从我们推出了我们的 圣诞小药精之后 对不对 我就说我买了第一天之后 我们的圣诞小药精 圣诞红大概会有各位 三天的时间买 你看到全国所有会员朋友们 他是不是乖乖的三天没有涨 他真的很乖 上去掉下来 上去掉下来三天 对啊 今天咧 非常乖 今天没有下来 今天没有下来 所以我说昨天要用力买 整碗端走 整碗端走 我把昨天买一买算过 真的资金够的客户是平均 大概买100到200张 哇塞 因为它够便宜 真的 30元以下买一两百张 真的没什么 30有找 严下之一就是这个股票 除了低价之外 它有量 它有量 没错 才能买那么多张 当然 所以无论你资金大资金小 你说老师 我认为你给的资讯 你给的好标的 真的是满有未来的成长性的 那这个股票 你就更好 真的 你不要嫌他腰 因为是正常的 哈哈哈 腰谷大师的股票 不腰根本不会进入他的眼帘 我的股票很正常好不好 有基本面有题材 又有未来性 有 对 然后还不小心 外挂咱不停 哈哈哈 还何止外挂 外挂都有2.0 3.0版 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股票开外挂 真的是开外挂 太 我们只是选择一些 市场认同度 比较好的标的 虽然一开始你可能 老师这我没听过 对啊 老师这是什么热锅 好冷门哦 对啊 掌上去大家都听过了吧 像大众控 我请你30-40块买的时候 老师那什么玩的 没听过 对啊 8-90块 都听过了吧 对啊 他就说不就是 新闻就有了吗 投影嘛 不就是什么HUD AR HUD跟HUD不一样 okay 哈哈哈 两个是不一樣哦 长势也非常的凶 差很多 所以现在好朋友 来到底是涨停好 还是不涨停好的 相信这个问题 已经跟相当好朋友 当然喊 当然是涨停榜央啊 对啊 婚朋友们就旁边 不要幹嘛講那麼多 掌停就好了 你管他們 不要掌停就好了 對不對 那還沒跟上就是 老師 你可以再給我一天的機會 我趕快上車 對對對 好啦 還沒上車 趕快上車啦 我怕聖誕紅 可能不等我們的啦 真的不等了 所以年度的切換 請你一定要 趕快務必跟上腳步了 999聖誕腰骨套三 這一檔的聖誕紅 標股小腰尖 這個小腰尖 昨晚呢 昨天是整個旁邊 昨天那個盤中擊殺 我們叫你直接下去 全部買走 我節目上會公開講 整碗端走 評価我最近問我問題說 聖誕我有渣嗎 我說我連碗都端走了 我連渣都不留的 連渣都不留 你碗我都端走 怎麼會渣呢 真的 你看看 所以今天我朋友來 第一架腰骨聖誕紅 給那裡真的是 一飛沖天了 即將飆漲停辦了 所以接下來呢 只說放兩旁 飆骨擺中間 我們的聖誕腰骨套餐 這才是第一道 來 未來 Dev老師要買什麼要賺什麼 跟上腳步囉 那麼接下來的聖誕套餐包著你賺寶賺滿 來電話撥通 直接Follow我們的高老師的腳步囉 好 好 現在6.6% 6.7%左右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漲停 小妖接二嗎 小妖接二嗎 聖誕紅被長成聖誕樹 應該會吧 你知道我昨天在想 我昨天在想那個 聖誕紅都是那種花盆的嘛對不對 對啊 它長成了聖誕樹 那就有點誇張 那就有點精采囉 但這一檔是有可能的 哇 因為這檔股會很恐怖 台北股市昨天那麼黑K 你會不會覺得台北股市 Devi怎麼會說 老師接下來萬八會來 對啊 來全國觀眾 訂閱我IT頻道 你昨天看了一個K線 醜不醜 醜啊 那為什麼Devi說接下來萬八間 加上今天這一根 感覺又不一樣了 是啊 那為什麼我昨天就知道了 為什麼 老師你這樣不行 你又知道我不行 連我老婆的秘密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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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什麼 我看到了有趣的內容嗎 我看到了有趣的內容嗎 不是說昨晚美股也是烙賽啊對不對 美股烙賽跟我去吃啊 然後週末的美股也是啊 腳拍巴豆啊 不是好朋友們 還記不記得Devi在一個月前 給你講台北股市的規劃 我某說他會上 萬八不到然後回來 測完再上 上去又到萬八又沒有到 又回來 測完之後才會再慢慢推到萬八 所以萬八會慢慢來 這是我一個月前跟你的規劃 今天12月21嘛 對的 我11月20幾號跟你講的 20還20也跟你講 差不多一個月了 有沒有覺得跟我講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老師把 如出一折如出一側 線都畫出來給大家看 跟我畫的線一模一樣 真的一模一樣 那我還會提醒你 我說這個格局 因為技術分析一定被八 沒錯 所以破線反而可以買 對 創新高你稍微賣一下 好那這一次呢 這一次因為台北股市 直接就萬八以後了 以上了 這一次就不要賣了 賣了後買不回來 清楚明白了 怎麼 就像變了一些女友 是 所以昨天那根沙盤是什麼 是你最後一次的機會 所以我才會講 整晚端走 意思就是這個 哦 清楚了 未來這段行情 你又可以照著你的技術分析看了 為什麼 因為又有效了 未來又可以照著技術分析看 不是啊 因為他就沾上所有均線 這一次就直接過了 所以你就看得懂了 然後旁邊那些吃瓜的老師 就看得懂了 這吃瓜好好用喔 吃瓜穿好 瓜是個好水瓜 沒弄啊 瓜吃多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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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你也不知道嗎 所以瓜姓韓的 對 姓韓的 記得配殭屍 所以他叫韓瓜瓜 韓瓜 到底我姓韓錯了嗎 姓韓啊 是那個很冷的韓 是是是 哎唷笑死我了 老師那這樣子言下自己說 嗯 現在的盤 或者是手上股票 沒看沒在意 你手上的股票如果不是標股的 當然另當別論 直接一腳踢開 但你手上的股票已經是標股 但你聽我的 按照我們激進的規劃 是 比方說老師創完電話應該到哪裡 我昨天解釋過了 有 當然啦 如果是老師我真的已經買很多張 我覺得我賺太多了我想賣的 坦白講我也不反對啦 不是因為有什麼好反對的 我已經讓你照顧你這股票 已經超過一倍了 一倍了真的超過一倍了 你如果真的想賣我覺得也無可厚非啊 合理吧對不對 如果老師我實在是 其實我剛剛跟平華講才好笑 我說你把它 你現在不要打那張股票 穿完第二的K線 會有沒有你都知道是哪一道 你把它K線拿出來看 它明明漲一倍喔 可是你看不出來 真的看不出來 你就看得出來那個主力的操作手法多厲害 真的很厲害 我今天很在盤中稱讚人家一下 所以你這個洗法 真的是太有天分了 讓人家不知不覺 昨天漲8% 殺到平盤一下 平盤 今天要拉到快漲停 你真笑耶 我現在昨天應該很多人動沒掉 如果不是我們的 不然我的會員為什麼一直打來問 老師到底要不可以賣喔 又創新高 你又叫我不要賣又殺回來 怎麼今天又上去 對啊 就算我剛剛跟你講嘛 一下覺得 到底是長好還是不長好 到底要長好 到底到底想怎樣 真的是現在的心情耶 你是我的會員 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拜託各位 聽我的 按照我的規劃走 除非你真的跟我說 老師我對不起你 我真的賺太多 我受不了了 我想賣 好我可以接受 就表示你的賺到的幅度 已經超過你的 你的可以承受的範圍 然後說你想賣 那我可以接受 賣一半好不好 但我是還沒啦 我真的覺得這個都是賺一點點而已 老師那接下來 再問深一點的問題 又要問深入的問題 一下說我不行 一下要問深一點 我要幫大家謀福利啊 是是是是 你看那麼接下來我們要遇到的是農曆 農曆啊 新年對不對 那這檔股票 嗯 你說哪一檔 你說創了第二 還是聖誕紅 聖誕紅兩個 兩個都可以問啊 都一樣啊 那這兩檔股票呢 我們接下來面臨是一個 農曆新年的一個長假 那長假前 沒有嘛 你就看一下到時候 那個市場的狀態就決定就好啦 如果他從現在開始 因為我說嘛 這一波上去會 嘎空單家 嘎空手 嘎嘎嘎嘎嘎嘎 嘎嘎嘎嘎 對那一月底嘛 所以有一個月的時間嘛 看能夠嘎多遠嘛 如果太over了我們就買一些嘛 就這樣嗎 太over了就說 老師能再漲一倍呢 那就太over了 那就太over了 就太over了 對 所以 股票要合情合理啊 對 天天漲停就不合理啊 好啦其實你也不用猜 跟上腳步 老師 沒有我的邏輯很簡單啊 對跟著老師的腳步來走 有人照顧我們就不用怕啊 就像我剛剛錄節目前一個明話講的 有人說老師我就買了三四十張 對 然後那個一個漲停這樣 假設我這樣五六百萬對不對 一個漲停 真的 就是一個五六十萬的幅度 我說會不耐震 那我說你不要看盤 老師可是我已經賺那麼多 我受不了 其實我那時候 我就想跟大家講一句 真的 人家的大咖喔 不是幾十張 也不是幾百張 人家都不怕了 你擔心什麼 了解 好是這樣 所以老師這麼勞心在在 我知道的多啊 就是因為知道 因為我知道 所以我才會這樣買啊 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這就是 聽床的朋友 您跟老師不一樣的地方 我看的不是 我根本就沒在看漲不漲停的 真的 漲停對我來講的是剛好而已 我看的是 到底這個股票 在這個 這個股票 比方說創了第二 比方說聖誕紅 比方說之前什麼大中控這些 他在從股價起漲的 整個上漲過程當中 有沒有出現 不尋常的現象 他如果有的話 我們才有需要做調節 沒有的話 那小小的震盪洗一下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 只是說因為 其實你很多朋友看我的股票 看我的節目這麼久 像我舉個比方好了 去年的六五三一愛譜 有沒有很會洗 長到450 非常會洗 11月就從300長到450了 非常會洗 長多少 五成 12月再從450殺回去380 對啊 有沒有恐怖 誇張對不對 你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再從380噴到哪裡 12月底就是Christmas這禮拜 它就從那個時間點再噴到800 然後一氣呵成結束 是 就沒了 今天就不太長了 是不是 對 那我怎麼知道會到800 所以我一開始就知道會到800 才會請你300爆到800 所以你看從這個時間點對不對 差不多這個時間點 11月底 11月初 300左右 390 300 310 對這個位置 那老師已經看到了這個方向了 是啊我已經看到800 我在節目上我也講過啊 I don't care 所以我才會說中間的震盪 當然你說老師我賺太多 我撞不住 比方說第一段已經五成了 殺了回來你就受不了對不對 對 我們跟你講你聽我的 聽老師指令 你可以做價差 但是你要給我買回來 好創完第二也是啊 聖誕會也是啊 很多股票都是啊 那從現在此時此刻 你今天看完這一節節目 到下禮拜 可能萬八你就看到了 再到下個月 你可能看到的股票是三成五成起跳 欸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跟你聊的 未來會發生的事 這才是我才會唱給你們聽的嘎嘎 嘎嘎嘎嘎 就是為了這個 其實觀眾朋友 你去體會一下 你有發現最近那些股票 特會洗 嗯沒錯 好像快漲停之後殺了回來 嗯嗯 然後顧美談到漲上去 你看3035資源是不是這樣 今天漲停嗎 有啊 你看前面有沒有會洗 頭巾都被洗掉了 洗啊洗得很兇啊 洗完之後噴出去啊 頭巾才又追啊 是啊 那你錢不賣幹嘛 對 你不看頭巾爭笑的 對 你明明知道這個 去頭巾你賣什麼生的 不賣還給你回去 嗯 就頭巾幹的事啊 所以我才說他為什麼被那個 錢外資的大咖恥笑啊 對對對 我想就是這個啦 啊 好啦說給大家笑笑的啦 對對不對 好老師的話要聽喔 節目也要每天聽喔 你說聽哪一段 都聽 深入淺出的部分嗎 哈哈哈 還是聽我不行的部分 哈哈哈 老師你這樣不行 是這一段嗎 哈哈哈 大家可能一直笑笑 哇老師你現在出貨啊 哈哈哈 不是嘛 就醜味醜味嘛 我覺得節目就是我們 我正平衡聊聊天 然後大家笑一笑 欸老師又賺錢了 欸真的啊 對觀眾朋友是不是我 是你又賺錢了 你又賺錢了 這樣就好了嘛 聽別人的節目好像沒有這樣 像我們那麼聊天這樣子喔 沒有 你明知道那股票會漲 那節目就是來跟大家聊聊 今天漲上漲的過程 也是會不會震盪 比方說我們從30塊到50塊 這樣的股票 假設啦 30到50或者是從30到100好了 一個過程 它一定是漲漲跌跌嘛 沒有每天去啊 對啊 對不對 為什麼David看得這麼好 對 我們不會被洗掉 我還帶你做價差 價差 你看 預創也很強啊 嗯 對不對 對昨天殺人仗 有時候可以買進去上去 有啊 是不是又快創新高 是的 你會發現他們這些股票 就像資源一樣 他們線型很像 對不對 沒錯 所以會長什麼樣 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 真的有像 你看看 好玩喔 好玩好玩好玩 為什麼會長得像 因為後面的人是一樣的 不要說一樣 大家都有樣學樣 啊 了解 我都看得出來 你絕對那些人看不出來嗎 有樣學樣 我只是在一個月前 再告訴你這些大咖們 在想什麼而已 有沒有跟我講的 我從大盤的規劃 回檔的過程 什麼時候回檔 什麼時候該剪 萬八第二次又不會來 我說還會再來 可是這一次不生 你趕快剪 所以老師我們的聖誕紅 跟我們的創委2 也是這樣子 就按照我們的schedule 在走而已 好好好 這樣大家聽得懂 聽清楚明白了 本來就有schedule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對 看一下老師的schedule 在手機裡面 沒有 我手機裡面沒有 沒有 你看我的脖子身份 怎麼樣 沒有 我的手機什麼都沒有寫 沒有 也沒有美女圖 有美女圖 都是小美女 老婆 求生欲很強 還有女兒 還有女兒 OKOKOK OK這個我可以 好來第二段 第二段大家想聽什麼 第二段 我們稍微聊一下中間的一些內容 指數嗎還是個股 個股 指數講完了 指數什麼好講的 指數就是萬八件而已 對萬八件 咱們萬八件 就是看是這禮拜見 下禮拜見而已 對 早點晚見 早點晚點見 都可以 還是我想解 有沒有覺得我們的股票 有個特色 特別健康 很機車 可是結果很美好 非常甜 有沒有想過 大概我們思考過 我們下半天聊這個 好 大家已經沒思考過為什麼會這樣 對啊為什麼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很有意思 好喔 每一檔都這樣 幾乎吧 幾乎百分之八 你還要想嗎 每一檔都這樣 沒有啦 有正常的 有正常 有比較正常的 本節目就不正常了 像玉創就算很正常的 對 玉創長那麼多算正常 這個他算很正常 對 他算這個腰骨裡面 他是很正常的腰骨 還是腰 他是腰骨裡面算是比較正常的 對 比我沒有亂飛這樣子 好好笑 好來 第二段囉 歡迎一起來 回到股市最前線 親愛的朋友 剛剛我們在中場休息時期 聊得非常的愉快 甚至聊得比我們廣播時間 還要長了 可是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這樣 重點是 我們裡面聊了好多的重點 提醒大家別忘了 我們的聖誕腰骨套餐999 今天很可能最後一天 因為聖誕腰快漲停了 到底要漲停 還是不漲停 別忘了 他現在停住了 他現在停在6到7%之間 再等你喔 對 再等大家喔 我們還有半個小時收盤嗎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漲停 是喔 所以親愛的朋友 來這個企劃最後final倒數了 因為不知道股票什麼時候 會不要漲停 我不知道 就像我昨天講說 我整晚端走搞不好明天會 對啊 今天真的 有點樣子 他還沒鎖住 我們不確定 有點樣子 有點樣子 你看這昨天股又要旁去 對啊 今天都在盤上了 今天就 超強 他就完全沒有給你機會 沒有回來了 是 所以親愛的好朋友 來把握我們的 妖虎套餐 我們的聖誕道 聖誕妖虎套餐 我差點講錯 讓你賺99發99 獲利999的聖誕妖虎套餐 來最後final倒數囉 務必來電 輕鬆跟上腳步 那說到了本節目最大的價值 我相信不僅是 心理成本也好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在買股票 跟大家分享好的標的 的同時 我們把整段過程 都幫你追蹤了 這過程很重要 比方說大眾共同30塊40塊50塊60塊 一路到90幾塊 我們是整整一大段 玩玩整整的是給大家 沒錯 一路到也是 所有的股票都是 去年的艾埔也是 去年的金華科也是 這一次的創為第二 今天漲停的3035 智原也是 沒錯 但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都只注意到結果 結果論 比方說90幾塊買的智原 智原 今天200多 對 今天230 238 你注意到的是結果 老師這股票很不錯 你講的AC科的故事是真的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過程 這個過程很耐人詢問 你看 為什麼投信聽說我說可以買 對啊 你有沒有想過 好玩喔對不對 有很多股票都有這種現象 對 其實有人照顧的好股票 不能只看投信的籌碼 過程很重要 而且這些股票都有個特色 David的股票常常有這種特色 特別的健康 特別的愛喜人這樣子 常喜的大家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對 可是你發現結果來看 真的很不錯 甜蜜蜜 甜蜜蜜的 你看看 為什麼會有這種特色 對啊 特色為什麼老師 因為有人照顧 歸咎在於有人照顧 我們不能排除這個市場上 有一種人叫主力嘛 投信也算是一種主要的力量嘛 對 我們不能排除市場上 有這樣的投資的人 或者是群體嘛 那既然市場上有這樣的群體 那他會認同一檔好標的 那他這個上漲的過程 他只買不賣嗎 還是他會左手進右手出咧 還是左手出右手進咧 會嘛 對啊 對啊 那就是所謂的洗盤啊 喔 那洗盤為什麼常常會破線 破均線 對 反而起漲 就是一個買點 嗯 他破給你看啊 上投資朋友才會被洗啊 也是他 他你一洗掉他才好買啊 喔 就是我們常講 就是心理層面 對 去思考 為什麼技術分析會有些bug 會有些盲點 對 便宜就在這裡 因為你看有 是 別人也看得懂啊 當然當然 我也看得懂啊 那只是我看得懂 只不過我幫你外加一些 額外的對不對 開外掛的條件 你就知道喔 這樣做會賺錢 開外掛外掛的條件 那想請教老師一個問題喔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你在前一陣子到目前為止 你不能用技術的方式來看 11月第一次接近萬八 到現在都不能用技術分析 會不會八 你為什麼說之後就可以用技術分析 一路往上不就技術分析了 一路往上就是技術分析 沾上所有均線一路往上啊 那需要技術分析就不用分析 你就是一路轉而已啊 那如果是這樣子一路往上的話 那也不代表每一檔股票都一路往上 對不對 當然不是啊 你一定要選真的好不錯的股票嘛 最起碼你也要支援這種等級的話 對 支援只是及格標準而已喔 他只是及格標準而已 所以起碼有這個等級喔 如果你你的股票 連支援這個等級都沒有 你就 你會大概這一分大概少賺很多吧 天啊 你會賺啦 但你會少賺很多啦 為什麼說少賺很多 因為老師告訴你喔 現階段的一個狀況 我就說支援這個只是一個 普通等級的標股而已啊 沒有很妖 還好咧啦 還是算是中等美女級的而已喔 普通級的而已喔 普通級的而已喔 最大很普通啊 蛤 少說他也背書翻了吧 我們的支援 他這樣算少的你知道嗎 蛤他算少的喔 你觀眾朋友會不會 你自己看你手上的股票 是有很多的比他多 欸欸欸欸欸 那到底是長挺好還是 現在還沒嘛 我就跟你說他在6%等我們嘛 在等大家 好那個聖誕紅現在目前漲幅是6點多% 我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離手排還有一點點時間 還剩大概半小時 萬一不小心今天亮燈的話 我們今天的好康活動就最後 就一天了 我們要先就是我之前就講過了 就是如果他真的長挺 我就不要再推了 有啊老師也有特別這麼說 我說給大家三天的機會嘛 今天第四天了 今天第四天了 所以他上禮拜非常的聽話 有等大家 他有給我三天機會 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聽話 對啊 他不只標還挺聽話的你看看 來來來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 漂亮便宜的買點其實所剩不多了 其實我買股票就是這樣 標股誰不喜歡 當然喜歡嘛 然後又好買又好進場 還可以還容易賺掌停的誰不喜歡 當然愛啊 就像那個帥哥美女誰不愛一樣啊 對不對 萬一又多金那更好 萬一那個品格品性又好那最好 對不對 還專情那更好 那不是這種股票 這種人不是搶翻天 老師在講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畫面上很多 很多那種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針對誰喔 我沒有針對誰喔 最近吃瓜吃蠻多的 最近吃瓜群眾太多 大家都會想到奇怪的地方去 就會一直聯想老師邊講說 我就突然腦中有好多的畫面 一直散散散 帥 多金 又才華 又才華 對 優質 專情是以前聽說 現在結果大家都發現不是 所以突然發現最後一個學項最重要 真的 所以不能 不要只看要看過程喔 這個結果論 不要 結果也是相處人才會知道 我不曉得 好了 那好的股票我們就好好把握 一定要把握 趁今天還沒有漲停 我們再推一下好康的 再推一下好康 隨時有可能就close掉囉 所以親愛的老朋友 如果你還不是我們的會員 來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就照著Dev老師的規劃走就可以了 何時買何時賣 那麼重點是 老師如果賣的話 會在我們節目當中 沒那麼急啊 還沒那麼急 我聽到了 沒那麼急 沒這麼急 這個對我來講才長一點點而已 多開心 很多股票都多開心而已 對啊你不要覺得說老師 有些股票漲那麼多 為什麼你跟我說讀凱系 因為我有看到後面 後面有問題看到 你沒看到嗎 對嘛 就像去年艾普老師 從11月從300漲到450 我殺回到380 你跟我說還會漲 明明就殺回來了 我說會來800 結果漲到900 900啊 是啊 是不是你看不懂 老師看得懂 不是看不看得懂 你知道的東西不夠多啦 也對啦 你資訊如果夠多的話 你就會覺得 這還蠻合理的啊 所以我們剛剛有一個比較 如果你 你當時跟著這第二段 第二段是300塊錢左右 對不對 第二段呢 你看到老師看到的是 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有上有下 漲上去又震大 不會 就算你真的說 老師我真的賺太多 我受不了 那你只是會賣掉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你不會說整個全部賣掉嘛 對對對 那當然這樣的過程 有David幫你 對不對 support一下 對 你會比較容易掌握 比較大段的行情 老師那所以現階段呢 不要看 沒看沒事情 你就按照我的訊息去動作 或者你每天看我們的節目 那記得我沒有說要賣 你不要急 就這樣 好的 好跟著 老師的訊息跟著我們的節目的 這個 tempo來走 節目上我都會講啊 會喔會喔 對啊 我們都沒有按卡 操作也是 標股也是 那股民待好的時候不想講 是怕影響啦 因為大家已經買那麼多了 真的都挖不到 不講 不要啦 大家自己賺就好了 掌天板也不講 不講 掌天板我也不想講 你看看你看看 來來來來 聖誕壓股套餐給大家的999 聖誕壓股套餐的活動即將 隨時會close了 我們的聖誕紅 未來會不會變成的是聖誕樹呢 或者是聖誕木呢 或者是聖誕神 神木 看這麼遠 不要看那麼遠 來來來跟著 Dev老師的訊息操作來走就對了 把我們的年度企劃 按活動最後倒數計時 輕鬆跟上囉 節目中的再次感謝 Dev老師來到節目當中 OK謝謝平華 謝謝全國的好朋友們 我們這個聖誕腰股套餐 動作要快 搞不好即將結束 YT頻道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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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館投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自道景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滑館投庫104金管投庫 新資地009號